你知道在水浒战中什么武器最重吗 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说 鲁之身的水魔禅杖 观圣的青龙艳月刀 还有李逵的双手板斧 当我想说 在水浒这个庞大的兵器宇宙中 他们都不能排在第一位 甚至李逵的板斧也排在倒数 因此为了让排名更有说服力 我收集了大量资料 盘点出水浒十把最重的武器 现在就为大家一一捧上 排在最后一位的是 忽炎卓的双鞭 在水浒中 忽炎卓和孙力都是以鞭文明 一个是水魔钢鞭 鞭长三尺五寸 一个是竹节钢鞭 鞭长四尺半 忽炎卓的两条水魔八棱钢鞭 左手的重十二斤 右手的重十三斤 而孙力的单鞭 差不多也有十几斤 应该也不会很沉重 但是鞭没有刀刃 只能以力伤人 所以二人都是大力勇士 梁英雄在梁山博的那场经典四杀 上演了一场单鞭战双鞭的绝佳好戏 两个人在阵前左盘右旋 三条鞭化作三条闪电 斗了三十余和不分胜败 简直比马师傅的闪电五连鞭还精彩 第九 混铁棍 混铁棍是胡关山士奇的兵器 山士奇是何许人眼的 他是梁山君在昭安后 遇到的对手中少有的硬插子 此人出身沁州富湖 碧力过人 武艺金属 最擅长使用的就是这把混铁棍 从他与林冲交手的情况看 此人武力至少位于马金五虎将前列 绝对在胡言卓与董平之上 不在关圣林冲之下 如此勇猛的好汉 那他这把混铁棍到底有多重呢 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山士奇屡立国人 号是棒 冠时一条四十斤重混铁棍 五一金属 想想看和别人打架的时候 还要耍着一根四十斤重的铁棍 并且要保持持久作战 这没点力气是不行的 当然了 四十斤的兵器在水浒中也算不上重量级兵器 排在第九也合心合理 第八 双手反腐 这把兵器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正是黑旋风李逵的拿手武器 李逵向来都以勇猛胆大而成名 经常以相貌幽黑粗鲁 手持两柄板斧的形象出现 实际上 在水浒传中 李逵经常使用的武器就是两柄板斧 他凭借着两柄板斧 营救了被处于崭形的戴冬和宋江 杀了四只老虎 为自己的母亲报了仇 而且板斧的材质与形状 注定只有力量极大的人才能使用 所以这把武器的重量绝对不低于四十五斤 虽然只比魂铁棍重了五斤 但想要在打斗时 非常轻松自如地挥舞两柄板斧 也是非常难的 你知道水浒传兵器重量排行吗 今天他来了 第七 泼风大刀 泼风大刀是国舅乌黎的兵器 乌黎是谁呢 本是威胜的富户 在田虎手下官拜疏密时日 他之所以官之如此之高 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因为田虎的妻子 就是乌黎的亲妹妹 因此乌黎在田虎集团也被称为国舅 第二个原因正是因为乌黎无意高强 两臂有千斤之力 手中的泼风大刀更是重达五十斤 这种级别的武器 能算得上中等重量了 对使用者的力量要求又高了一个档次 狐狸正好能驾驭 但纵有五十斤的泼风刀在手 就无法杀敌立功 最终死在自己的女儿女婿手里 狐狸的经历也算是水浒中最为倒霉的一个了 第六 缠杖 这把缠杖可不是鲁之身的水墨缠杖 而是方辣手下元帅邓元绝的缠杖 但从他们两个的打扮来看 其中的相似之处 活多 皆为典型的和尚装束 而其中最为特别的是 两人所用的兵器也是一模一样 皆为铁之缠杖 唯一不同的是 鲁之身的这条缠杖比他重 邓元绝的缠杖仅有五十余金 不过 尽管邓元绝的缠杖在重量上不如鲁之身 但在随后进行的单挑中 邓元绝并没有落入下风 可见也是一枚虎枪 第五 点钢枪 大家看到点钢枪的第一反应 可能会觉得这是卢俊逸的兵器 即使不然 这是小李广花蓉的陪枪 虽然花蓉以剑术出名 但是他一生擅使两种武器 银枪和弓箭 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花蓉乃将门之后 为清风寨五之寨 十一杆银枪 剑法高超 百步传扬 而这把点钢枪 通体由并铁金刚打造 和铁尾的双铁戟是一个材质 重量自然不会低 而且香肠一丈有余 其重量可达五十余金 想想看赵云的龙杆亮银枪 才四十斤左右 这把点钢枪在枪界 可算是重量级武器 第四 悬花斧 这是极先锋索超的兵器 像战斧一般都是重兵器 而像索超这种长兵斧 更是用于马上的重兵器 索超也是水斧世界中 耍斧有一套的好汉 性如烈火 力大如牛 他首持战斧在千军万马中 所向披靡 杀小喽喽就是砍瓜切菜 也不知道多少好汉 被这无形的斧口舔过 那如此强大的悬花斧 到底有多重呢 由于书中并没有给出准确的数值 我们参考唐代陈耀金所有的战斧 大概在六十斤左右 唐代水浒十大重量级兵器 最重的竟然不是青龙烟月刀 现在就带大家了解一下最后的排名 第三 水魔缠杖 这是花河上鲁之身的专属兵器 也是在水浒中数一数二重的了 当时鲁之身找铁匠铺老板 提出要打造一把刀 一把缠杖 并要求缠杖的重量 参考官二爷的大刀重量 而老板直接说 官二爷的大刀重达八十一斤 刷起来不方便 还是按照六十二斤来打造 这个重量完全够了 之后鲁之身同意了他的意见 这个武器因为实在太重 虽然对敌人有很强的威慑力 但是对自己来说 也是一种极大的消耗 可谓是伤低一百 自存八千 但对于可以盗拔养柳的花和尚来说 这真的是小菜一碟了 第二 青龙烟月刀 众所周知 青龙烟月刀是官圣的推刀 官圣是三国猛将官宇的后代 他最擅长的武器是大刀 官圣的刀法炉火水清 有十分大的攻击力和杀伤力 这把青龙烟月刀 便是官二爷传下来的 之后朝天派官圣领兵攻打梁山的时候 他也是带着这把武器 一人单挑林教头和勤兵两个大将 所以可想而知 这官圣身形肯定是相当的魁梧 有着一身的蛮力 而且青龙烟月刀有八十二斤之重 所以他的绰号就是大刀 真的是很直接了当 并且没有任何深意的绰号 第一 并铁大刀 这把兵器是猛将严树德的背刀 书中描述严树德 是徐怀仗下的得力战将之一 人称飞骨圣将 在十八散线中排第七位 他生得面色幽黑 性情暴裂 身高九尺 背阔腰圆 观时一口九十斤重的并铁大刀 身着尸满铁叶甲 骑着一匹追风乌追马 武艺超巡 勇猛异常 并且他的武艺在秦明之上 看到这儿或许有人会问 九十斤重的武器 他如何能拿起兵持续战斗呢 这个问题对严树德来说并不难 秦明曾和严树德比过力气 秦明用尽全力 刚好能举起一只 一千多斤重的铁骨 而严树德不仅能举起来 还能奔走一百多步 因此 九十斤的重量 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你们觉得这十大重兵器如何呢 跟你们心目中的排行榜是否一致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你知道在老版三国演义中 有哪些穿帮镜头吗 虽然这部剧已经播出了28年 是无数人心中最经典的存在 但如果我们反复仔细观看时 就会发现很多离谱的穿帮镜头 可能当时因为演员精彩的表演 让我们错过了这些不起眼的细节 不过没关系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逐一揭晓 相信看完后 一定会再去重温一遍三国演义 第一个穿帮镜头在第五集 三鹰战旅户 当时十八路诸侯为讨伐 聚集在此 煞雪为盟 并推举袁绍为盟主 当盟主站在高台演讲时 你们仔细看视频的左上角和右上角 出现了好几辆武林神车和卡车 我猜大家肯定都没发现 这么明显的跨时代物品 但令人疑惑的是 难道节目组的后期也没发现吗 第二处镜头在第二世纪 当时孙错和几位大佬在房中一室 突然听见鱼鸡到人在外面做法的声音 便赶紧和小伙伴们出来看看 但他们却没有养成 出门随手关灯的好习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将视频再慢放一遍 仔细看 在右边的墙上居然有一个电灯开关 这么明显的镜头 节目组是怕咱们看不见吗 第三 在关羽千里阻断起那集 二月到四水关遭遇变洗的暗算 随后两人扭打在一起 就在关羽准备一箭击杀变洗时 在视频的右边可以清晰的看见 有一个喷血的喷头 硕实是把人笑不活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窗帽镜头 关羽在杀罩变洗收剑时 他的剑根本就没有收进剑窍里 我们再慢放看一遍 但有一说一 还是很帅的 第四 在影视的第三十四集 鲁肃找诸葛亮商量如何制造十万支箭 梁正在往船上走 等镜头越拉越远时 注意看视频的左上角 旁边刚好蹲着几个 穿着大发毛衣的精神小妹 应该在嗑着瓜子聊着天 但是他们浑然不知 自己竟然上了电视 可惜是背对着我们 不然很可能是个百万级网红了 原来在老板三国影役中 还有这么多川帮镜头你没发现 第五 在二十七集 孙轩起兵攻打黄祖时 他们是坐着军舰去的 所以镜头给到了船以外的特写 可看着看着我就发现不对劲了 这哪去打仗的 确定不是去对岸看海景房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视频的左边 明显坐落着一排洋房 孙轩出众这么多兵力 是要把这一片都给盘下来吗 第六 当曹操刺杀董卓失败后 马不停蹄的逃出城外 随后董卓下令全国抓捕 此时曹操想混入另一座城中 于是便装作过往的商人 可能有细心的小伙伴发现了 曹操的背后出现了一排电线 如果当时不仔细看 的确很难发现 第七 在第十一集开场的时候 有一队士兵排着队往城外跑 相信大家第一眼看上去 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的 但我们仔细看第一排 最右边的那位小哥 裤子都破成那样了 虽说当时的剧中条件有限 但你作为整个队伍的排面 就不能先补补再出来吧 第八个传播镜头出自第十六集 此时部队正在行军途中 不料刮起大风 将士兵手中的旗杆吹断 此时有一个旗杆折荡后 掉到地上的镜头 你们仔细看断口处 旁边竟然还有一根 被一万个人踩过的烟头 而且摄影师为了让我们都看得到 也是煞费苦心 呼吁给了特写 有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再去重温一遍哦 第九 在第十三集 吕不战败后 下皮城尸横遍野 但有一具尸体 害怕自己的脚会半倒正在行走的演员 于是他礼貌性的主动收脚 这个镜头如果当时不仔细看 确实很难发现 毕竟这个演员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盘点九四版三国演义的传播镜头 第十 在第四世纪中 周瑜探访刘备迎战士 这段视频有一个很大的传播镜头 原来周瑜的船上 除了有将领和士兵们 还顺带烧上了摄影团队 如此扎眼的细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 第十一 在影视的最后一集 四马眼走在寿船台的过程中 镜头里竟然出现了一个 光着膀子的精神小伙 这节目组都不管管吗 第十二 在影视的第六十九集 将为截影 诸葛亮狼狈的从火队中逃出来时 才让我们看到 丞相的裙装之下 却而没穿秋护 是个光腿大汉 这是要上演光腿诱惑吗 第十三个镜头 在张辽劝祥这段 这段内容的穿帮镜头有点多 我们慢慢分析 看得出来 这位演员的马迹不太行 骑着马就往枪头上撞 然后等关羽下马时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关羽战马的身上是有编号的 一个大大的六十三数字 接下来还有就是 在山坡上有具尸体 可能是因为躺太久 太无聊 他就得玩一会儿插在身上的剑 这是真不怕刀也扣他钱的 最后一个穿帮镜头 是第十八集 当雨过天晴 等到镜头拉远时 我们仔细看视频的下方 出现了一排排 红砖瓦房和板房 不知道这样的镜头 算不算穿帮了 好了 有序的穿帮镜头 就分享到这里 想要证实的小伙伴 赶紧去看原片 如果还有其他遗漏的地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